最近中国女排已经夺得巴黎奥运会的门票 接下来将可以继续向奥运会金牌发起冲击 争取一雪前耻 在这一次确定中国女排拿到奥运入场券之后 实际上关于朱婷对中国女排的贡献到底有多少 引发不少球迷的讨论 有些球迷认为朱婷回归之后 基本上没有打起一场比赛 对于中国女排的功劳 微乎可谓微乎其微 另外一方面又有球迷认为 朱婷的回归对于中国女排在精神方面的提升是无可替代的 到底朱婷这一次对于中国女排进入巴黎奥运会的帮助到底有多少 不妨听一下辉弱其他们的具体看法 首先在之前对阵泰国女排那一场比赛中 朱婷首次首发登场帮助中国女排3比0横扫对手 当时朱婷的能力就获得了外界的认可 结果到了对战意大利女排那一场比赛 朱婷却被按在替补席 导致中国女排惨败 后续在央视担任解说员的前中国女排队长惠若其 就说了一番公道话 他认为在中国女排处于危机的时候 就需要像朱婷这样的核心球员 可以把整个球队组织起来 帮助力挽狂澜 从当时前队长的这番话就可以听得出来 朱婷是中国女排不可或缺的核心 是队长袁新月也没有办法取代的 只要朱婷上场 整个球队的士气跟状态完全不一样 而且朱婷的技术非常全面 他可以给予各个位置主力球员具体的指导 所以说实话 这一次朱婷尽管并没有出战过多的比赛 但他对于中国女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另外一方面 在最近迎战保加利亚女排这场比赛前 中国女排队长袁新月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也重点点名提到朱婷认为 她的回归可以给中国女排在主攻线方面提供非常大的火力帮助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得出来 朱婷得到了所有队友的认可 更别说 在最近打败保加利亚之后 王媛媛在采访中也胜赞朱婷 她认为朱婷的回归可以让自己在场上打得更加安心 更加稳定 永会有更好的状态 说白了 现在朱婷不仅能够在主攻方面提供更猛的火力 更为重要的是 她是整个中国女排的定海神针 因为朱婷在国外的顶级联赛征战多年 她的实力很强 拥有更加丰富的经验 所以中国女排这些队员都非常相信朱婷 因此朱婷的回归不仅仅起到了核心主攻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 她是整个球队的精神领袖 她能够叫得动其他的队员 她能够改善整个球队的问题 她的作用甚至比主教练蔡冰还要重要 所以相信球迷看到这里之后 应该懂得朱婷的功劳到底大不大 虽然在得分方面 她确实比不上很多的主力首发队员 但是在整个球队的核心里面